最近一次跟TV邊的人吃飯就是秦啟惠 打火鍋最喜歡吃午餐肉 雞子一定不吃 很噁心 我覺得感覺好像糕丸一樣 吃糕丸一樣 你會不會吃糕丸呢 你看看你會 我家裡有幾雙球鞋 我想大約有七至八雙 港鐵和 應該是巴士 這個星期不要這樣坐港鐵 其實我可以重複你剛才那句說話 我第一時間聽到 我心裡真的和你那句一樣 但當時我心裡這句說話 其實我在想我怎樣去安保我的太太 多過 在想我怎樣去處理我的生活開支 我只是一回家 我第一次開門 我看見我兒子 我就和我兒子商量 我兒子跟我說 你當然不要說了 你裝上班 兒子告訴我 你不用給我零用錢 女兒告訴我 我十四歲可不可以做拍攤 當然我不容許你們這樣做 你用心思讀書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不過這件事裡面 令到我覺得 我的小孩因為經歷了這些事 大過了 成長了 我和太太說失業那一刻 其實我在家裡 對鏡子有練過一些戲 嘴巴不要震 還有樣子要定 還有堅決沒事的 我就躺在床上看手機 突然走進來 我看見 尤其是時候說 然後我兒子是坐在旁邊 他不斷叫我不要說 躺在媽媽後面 我一定要說 什麼都不說 裝上班 你怎樣帶他去看醫生 我很輕鬆的 我真的不用做了 現在不用擔心 盡量安撫他 但是到最終他也是爆哭 不能說 因為在病者 他實在有太多事需要旁顔 我兒子跟著說 叫你不要說還要說 我和太太有很多人都說 喂 你什麼 我今年犯太歲 你小心點 我聽了就算 但是其實 真是很靚 你不相信 我太太 她今年 未確診病之前 公司是要升她職 是要加她人工 而且前景也相當明朗 即是大隊 下面有伙計 確診後 就在八月 沒了份工 我十月 沒了份工 我也是有人工加 我也是同學續約的 有時候 你怎麼不相信 我又很樂觀 有什麼重要 得個條命 你有條命就行了 美國 沒了份工 有數據 我認同工 我真的可以 其實叫做